若是群体不能只看性别 相信法律会害我丈夫一个公道 但现在丈夫被捕 他不能再沉默 他把自己的疑虑提出来 希望警方能以事实为依据 尽快查明真相 害自己丈夫一个公道 一周后 周某再次报警 称被合作方员工张某猥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